来看中间新闻的独家报导 这位新岁的母亲 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含冤而死 在屏东市 她的这个儿子就读特教班姓江 在两年前头部重创 在学校经过这个送医之后不幸死亡 校方的解释是 她突然点弦发作 就头部撞到地面而死 但是母亲心中有所疑问 在奔走两年之后 她发现儿子是被三位老师 严联手压在地上 用棍棒殴打 最后脑死不治 电视剧画面里 现信小朋友在教室内玩耍 老师一把揪住她 将她压在地上 另外两名老师也围过来 对学生施以暴力 她就把小孩子抢压在地上 把她重摔啊 打她啊 她头部的撞击到地上啊 小朋友曾经挣扎的站起来 但又被老师抓过来 再度被压在地上 母亲控诉 老师痛殴自己的小孩 还拿棍棒殴打她 你看我的小孩子都没有做什么 你看她这样对她 他们说这个是特教的肢体压制法 他们在法庭上 跟检察官法官说 这个是肢体压制法 将近学生送到医院后 濒临死亡 母亲出示医院的报告 儿子的脑部受到重创 头颅内大量出血 母亲认为老师是于杀人 对一位手无寸理的小孩下毒手 面对家长的指控 校方的态度非常低调 家长控告校方是于杀人 不过老师强调是小朋友 突然癫痫发作 才会把他压在地上 双方各指一词 对不公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春华 皮农高雄综合报道